他在逃到昆明,在昆明的時候聯合成立的一所大學,給的名字就叫做西南年大 然後蘇聯間諜案的這個李鵬先生呢,跟他的原配夫人就是西南年大畢業的 那麼他們在昆明結婚,結婚以後還有一個孩子,那個孩子叫做李申東吧 然後孩子就跟著父親,然後父親一路就這樣子跟著大家逃難 然後到了上海,孩子也跟著到上海,最後的脫孤的地點就是福建的莆田 他把孩子撲給他的一個親戚,住在莆田的親戚去帶 然後一個人就到了廣東,據說還生了一場病 那因為那一場病呢,也結識了後面的黃絕跟黃症的這一段姻緣 就在那個地方認識 那這我也介紹給各位,這一段故事可能很少人會知道 就是說你可以去看有一本叫做《風火力人》,《風火力人》這本書 這本書就是說有蘇聯監連案的同案當中的黃爵 黃症他們兩姐妹出獄以後所寫的一本書 跟孫力人的一些為人不知的都在上面 可以慢慢去找,《風火力人》,拿一個例,家裡的例 如果沒有的話你就上那個什麼去找 這個家屬來的時候我一人買他們一本 讓他回去好好看 這個 這個再講到齊魯大學,齊魯大學 有沒有聽說過 去跟我們 一天 最後 去說 去跟我們